厦门机场落地入境的时候 在海关的过程里面发现 这个台胞证被助记失效 另外赖湘宁想进中国国门 却发现自己不得其门而入 赖湘宁说自己的台胞证没有过期 直接被助记失效 过程中就有询问他们的海关人员 那当然是没有其他的说明 是什么原因 也没有资讯的揭露 也许这也不是说对特定性的政党 或特定性的立委 所以这个我也不多加去揣测或连结 那我想我期待是和平的方式 不连结不揣测 国台办也没给进一步答案 不过外界质疑 可能与柯文哲近期两岸论述 人入中国有关 赖湘宁被问到此态度明显低调 9号当天 他是应台湾道教协会邀请 以民众党客委会主委身份 前往福建参加梦文化节交流活动 暴行党不同意 人都到中国海关被禁止入境 宗教活动还好 把我吓死了 他去中国 赖湘宁的小新 那边也有什么反分裂法 这个立法院去的 立法院要到中国的是民进党最安全 因为我们连去都不能去 中国最近刚通过要推动 所谓的反箭铁法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很多台湾人 不论是政治人物或一般民众 都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而深陷中国的一个陷阱 甚至是危害当中 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小心 虽然只是单纯的宗教活动 不过中国注销立委的台湾证 引发了风波 中国与政治衡量两岸互动的标准 越来越紧缩 三地新闻李维亭 各自缸陈也好